播讲糖醋马蹄酥 喜欢我的朋友可以加QQ群2395-62036 2395-62036 常如萧天耀所言 大皇子虽然在第一时间 在皇上面前提到了萧天耀与临初九的事 可皇上并没有立刻召见他们 只让他们等着 大皇子在皇上面前本就不得宠 一解禁就提起萧天耀与临初九的事 本就是冒了不小的风险 一个不好就会惹得皇上对他更不满 再次让他回家思过 事已之后大皇子就是再想救世重提 给皇上提个醒 也得寻合适的机会 不然只会适得其反 然而不知是老天爷不给面子 还是有人存心作梗 一连七八天 大皇子都没有寻到合适的机会 大皇子无法 又怕萧天耀与临初九等得着急 便亲自去驿站跟萧天耀与临初九说了一声 父皇不知在想什么 一直不肯召见你们 我刚开始还以为是人为的 可查了一下 却是一点痕迹也没有 也仔细打听过 并没有人在父皇面前 给你们穿小鞋 想也应该是父皇心中另有计较 花家这几天 时不时就给萧天耀临初九送点东西 花家的小酒上更是每天都来报到 这一件件一桩桩都让大皇子十分不安 他总觉得花家在酝酿一个大阴谋 可又不敢乱说 生怕自己想太多了 不过花家高调表示 萧天耀与临初九的看重 也不是没有好处 帝国张家因为东门银庄一事 与萧天耀临初九结了仇 两人还未来之际 帝国张家就放了话 要把这两人弄死在帝国 结果花家一出手 帝国张家就不敢吭声了 这时急不来 殿下也不必在皇上面前自讨没趣 萧天耀与临初九不用大听 只听大皇子说就知道 大皇子在帝国皇帝面前并没有多大的面子 要再为他们的事惹得帝国皇帝不满 只怕大皇子的地位会更低 而这对他们不利 他们在帝国还需要借大皇子的事 可你们不离开 我心里总是不安 我听说林家最近时不时给你们送东西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盯上萧天耀与临初九的 并不仅仅只有花家 还有一个世家末流的林家 虽说林家在世家中不够看 可对普通人来说 这门地却足够高了 就是大皇子见到林家主 也得客客气气的 没办法 世家在帝国数千年 手上握着帝国最好的资源 世家弟子千千万万 打小就接受最好的教育 各行各业都是世家的子孙 就是皇帝也不敢轻易对世家出手 我和林家有点关系 原先还想着自欺欺人 现在林家找上门 林初九也无法逃避 原先他就觉得奇怪 为何林上那样聪明的一个人 对他这个亲生女儿那么狠 原来他不是他的女儿 你 你父亲和林家有关系 大皇子想到林初九的姓 立刻猜到 可随即又否定了 不对啊 林家怎么会让家中的孩子 去东文为官 东文又怎么会用 出身帝国世家的人为相 帝国世家的生意 遍布四国 但却不会让家中子弟 在各国为官 同样各国也不会准帝国的人为官 当然这些都是潜规则 并不会明文规定 非我族类齐心必义 虽说四国依附帝国 可也不想被帝国架空 任大权落入帝国手中 我父亲是帝国林家人 但不是林相 听了一耳朵爱恨情仇的故事 林初九也忍不住叹息 她那个母亲呢 也是个命苦的 不计较门户 不计较出身 好不容易看上一个人 却不想那人 竟是帝国林家的人 她亲生父亲 倒是没有负她母亲 但却被林家活活逼死了 要不是她母亲走得快 怕是他们母子二人也死了 当然这个版本 绝不是林家告诉她的 林家说的是 他们先前不同意 后来她父亲一死相逼 林家无法只得点头同意 林家已准备给她父亲 和母亲举办婚礼了 可大婚前 她父亲病重而死 她母亲伤心之下 决然离聚 他们那时并不知 她母亲已有身孕 林家这话并没有什么破绽 她真要去查 也查不到什么 好在她身边还有一个萧金耀 萧金耀早早就查了她的身世 虽说帝国的事打听不到 可从芒家也能查到一二 从芒家人口中得知 她娘并没有得到帝国林家的认可 她娘跟着她父亲回到帝国 在帝国发生了什么 他们不知 只知半年后 她母亲回到林家 心如死灰 说她父亲死了 她想重新找一个人过日子 心挑万选 她母亲寻了林相 当时的林相只是一个刚考中的小举子 配国公府的千金必是高攀了 可她母亲执意要嫁 芒家的人也没有办法 至于后面的事就是那样了 她母亲生她时难产死了 然后林相另娶 结合萧天耀所查到的消息 还有林家的说辞与举动 林初九猜测 林家这个时候认她 必是有所图 至于图什么就不知道了 见大皇子一副感兴趣的样子 林初九挑了能说的 说给了大皇子听 当然 她也想从大皇子口中 打听一点消息 什么 你父亲是林卫图 大皇子听到林初九父亲的名字 当即惊呼了一声 什么 有问题 林初九脸色微变 追问的 问题大了 大皇子也不瞒林初九 一五一十的道 林卫图是林家主的小儿子 据说十分得宠 可十八岁那年 却偷偷跑了 后来听说是被抓回来的 被抓回来后不到三个月 林家就说人死了 尸首直接烧了 被抓回来的 偷跑 大家族的公子偷跑不算是 可被抓回来 怎么会突然死了呢 还把尸首给烧了 这不符合帝国的风俗 帝国的风俗是关藏 具体的事我也不知道 林家捂得很紧 而且这种家族死一两个孩子 再正常不过 也不会有人去过问 你要想知道 我可以让人帮你查一查 大皇子倒是很想跟林初九多说说 可他也不知道呀 多谢殿下 如果可以的话 请你帮我查一查 我总觉得这事不太对劲 近二十年前的事 要查起来并不容易 可要不查的话 林初九又无法安心 林家的态度太奇怪了 还有花家的举动 也让他和萧天耀十分不安 也许大皇子是起人忧天了 可这些天 他们也打听了一下 帝国世家的行事风格 发现他们真和大皇子一样 戴着君子的面具 行小人之境 他们不得不防 要不得不防